我先跟大家分享一個案例 這也蠻有趣 有一次我有一個三十幾歲女病人 出診 門一打開走進來 坐下來 那我們就會說 要看什麼嘛 那從頭打量到腳 身上都犀牛皮 然後又撈湯 刮得很嚴重 三十幾歲 對 我們就想說 要看異位性皮膚炎 準備要開始講的時候 然後我就說 那你這癢多久 不是 醫生 我在看痘痘的 然後結束兩個痘痘 然後我跟護理師互看 傻眼啊 這傻眼 身上這麼嚴重 然後我們護理師說 我們護理師很直白 他就說 你身上這麼嚴重不看 你看痘痘 這個都一樣怪要費兩百 就是那時候 我們職業病你知道嗎 因為他不癢醫師看了都癢 對 幫他治療 然後我就說 那你身上這個 為什麼不要順便看一看 都一起來了 他說醫生你不知道 全台北各大醫院什麼 醫學中心 我都去看過了 我放棄了 我就是這個樣子 我有擦藥我就好 我沒擦藥它就癢 他說我很累 我心好累 我不想要再吃藥擦藥 而且醫生 心好累還在看什麼青春痘 就是好累才會生痘對不對 臉比較重 可能這是心冷戀哥 然後他就說 我跟你說 我覺得我這樣子擦 該不會就是我這些年這樣子擦 我皮才爛成這樣 所以我決定都不要擦好了 我說你不要自暴自棄 你才三十幾歲 你今天六十幾歲就算了 你三十幾歲人才 什麼什麼意思 要講廢話一點 對啊 要自暴自棄 跟二十歲一樣 那還沒開始 對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不要這樣 要積極一點 我們去面對他 我就開始從頭到尾跟他講 你家裡很多東西都要改變 你什麼機器 空氣清淨機要買 我沒有代言 但是要買 廚師機 拜託你也要買 我都有買 對 然後還要正確的使用 然後包括說你的環境 怎麼樣去處理 全部都跟他講 還有保養 保養有人做對一半 譬如說像我就跟他說 像你如果抑衛性發作 很嚴重的時候 你可能不能用 太強的清潔劑 他不知道 他都用藥罩在那邊洗 所以當然他不會好 所以我們跟他講了非常多 要注意的事情 然後就像剛剛說的 其實大家有個觀念 抑衛性皮膚炎 一月到十二月 你每個月都發作 你那個生活品質很糟 可是如果你一月發作一次 六月發作一次 這中間有一段時間是好 這就是有進步 那我們從疾病的一個角度 有時候不是單一因素 所以你還是要跟他和平共處 然後要聽醫生的話 一步一步的來把他控制下來 可是瓜哥我可以理解 醫師那個病患的心情 因為我自己也是 20歲的時候發了 急性訊麻疹 然後因為你看從20歲到現在 他就是反反覆覆不斷地發 那前期我也是積極地在治療 也是看片皮膚科明醫 然後開的藥不外乎兩種 抗組織安 就是抗過敏的 然後擦的藥在過去的時候 還是有含那個類固醇 現在還是 所以其實我擦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就不敢擦了 而且像醫師說的 我去做了那個食物過敏員 在溫哥華的時候做的 一次刺四五十個 那個測試員下去 發現所有的食物我都過敏 蛋 魚 豆腐 什麼的 那難道我這一輩子 都不要吃東西了嗎 所以我後來就是 有了一套心法 就是跟他和平共存 然後我也不要吃藥了 我也不要再擦藥了 然後很多醫師也說 其實是心理因素也有可能會影響 所以你現在改善不錯 我覺得比急性的時候好很多了 雖然是偶爾還是會出 可是那個養起來 跟大家說真的要人命 你可以想像 你只要有皮膚的地方 生理上只要有皮膚的地方 都有可能會養 這是不是年紀大會好一點 年紀大會比較好一點 對啊 好像那個隨著年紀 所以六十歲就沒事了 不要這樣吃到還是好 你講喔 你這樣 風景日經期很重要 有一天我回家 就是工作完回家 剛好我看到柔安的 他臉也怎麼紅紅 她說他很癢了 我說奇怪 我們都沒吃東西啊 我從下午到下都沒吃東西 那不是食物的問題 不是食物嘛 他說他看我臉也開始腫了 我說奇怪 我們怎麼回家 因為沒吃東西 你看那個 就怎麼擦頭按都不用 沒有一整下午是沒有開的 然後馬上就起 因為他開習慣了 對 我忽然因為看到空氣就變糟了 所以他剛剛講我心有奇蹊 其實台大有做過一個研究 就是那為什麼找不到過敏 你要區分是異味性皮膚炎還是過敏 這叫壓力性蕃麻疹 其實很多女生 你會發現都是女生 那個叫壓力性蕃麻 找不到過敏 我就沒有吃 你不要把他怪在空氣或什麼 是你的壓力 所以你看為什麼跟他 和平共存之後就好了 那個壓力性蕃麻疹 在女生 女生抗壓性很差 所以他就好 那開始有先生有小孩 這時候最容易發生 就在有先生小孩 所以大部分都是在三十來歲到五十歲 這段期間最多 那這段期間 那個並不是食物 並不是什麼 可是你在過敏的時候 身體就處在一個高 叫主治安的 這叫化紋症 輕輕一碰 他就紅你 你用一個筆畫就起來 對 蟹竹腫 那我們給的那些什麼 這都是症狀治療而已 你要把那個誘發音 原來我們講說的壓力性蕃麻疹 是你的壓力 那你要把他 想辦法把他刺繃 遠離老公以後 對 自己老公刺繃 叫老公帶小孩出去玩 所以剛剛就好了 林景就講的意思 他幾斤把他放開 壓力的施壓嘛 所以他沒有像以前那麼嚴重 對啊 一切其實一切的源頭就是壓力 而且我覺得這個病症 是大家幾乎都有 壓力造成胃潰瘍 反覆胃食道逆流 而且這也是我大概 從十七八歲的時候就開始 十七八歲就難免 年輕女生愛減肥 所以曾經最誇張 我一整天只吃兩顆那種 包酪梨的壽司 California肉 一天吃兩顆而已 所以那時候胃不舒服是一定的了 胃裡面都沒有東西 對 又沒有東西 然後又有活動量 然後胃裡面都是胃液 可是現在大了以後 就變成是工作的壓力 每次胃不舒服去看醫生 他就說你這個 怎麼那麼晚才來看 因為其實醫師說 胃是沒有神經的 那等你真的有不舒服症狀來看 其實都有一點嚴重了 有一次最嚴重的是 他說你馬上去照胃鏡 就是有點胃潰瘍 再下去就很嚴重了 就必須要開始吃抗生素什麼的 但是他跟我講治療的方法 後續那才是最辛苦 因為你抗生素吃個十四天 療程完完畢就好了 可是接下來你還要 三餐要正常 其實我們現在這種工作環境 真的很難說三餐照時間吃 然後第二個他說 壓力不要這麼大 像我們這種工作人 真的我們也不知道壓力在哪裡 我們覺得有壓力 可是醫生就說你就是壓力很大 然後再者就說 他說我們華人飲食的習慣 尤其台灣人 在飯後喝湯是很不好的 因為我檢查出來 我是屬於胃液比較少 所以沒有足夠的酸性去分解食物 胃裡面的食物 所以我更不能夠在吃飯的時候喝湯 人家就說 其實你要喝湯要像香港人一樣 吃飯之前第一道菜 就先把湯喝下去 那休息一下下才開始吃東西 我覺得這是沒有辦法 新聞這個圈子裡面 應該有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有 都有胃疾病 然後但我那時候就是 你知道跑去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很忙 我早上七點吃完早餐 我的下一餐是晚上八點 因為我那時候在這個 就是在光復南路那邊的 電視台上班 然後我最常去的地方 就是國泰醫院 動不動就送國泰醫院急診 動不動就送國泰醫院急診 然後後來真的是完整的做了之後 想說自己可能是胃潰瘍 結果照了之後就問醫生說 醫生我是胃潰瘍嗎 他說對 而且不只 我是胃潰瘍 跟十二指腸同時都潰瘍 因為那時候還有吃那個什麼 什麼要打那個 打掉那個菌 那叫菌 用門感菌 對 也有 然後就打 但是第一個就是告訴你 你的三餐要正常 我就說就是不可能嘛 不可能三餐正常 他說好 那你就放一點 蘇打餅乾在皮包裡 就是至少吃一點蘇打餅乾 去平衡胃酸 然後第二根 就壓力不要這麼大 就就是剛才一樣 然後我就說那什麼可能呢 然後他就第三個說 那不然你換工作好了 那醫師講話 到底能不能都有點建設性 可是我那時候胃不舒服 還有一個奇妙的症狀 是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這跟你的胃有關 有一陣子我只要晚上躺著睡 之後剛躺下去 我就會開始想咳嗽 然後到凌晨兩三年 我就咳得很嚴重 然後我那時候一陣子這樣 就擔心說我才這麼年輕 我會不會是胃啊 肺有什麼問題 結果我去看醫生才發現說 他說你是那個 然後往上衝的時候 傷到了你的喉嚨氣管 然後甚至常常因為這樣燒蝦 像我今天就有一點點燒蝦狀態 就是胃液逆流的關係 像胃食道逆流 其實真的 其實算是文明病吧 因為你看心生而易出來 其實小朋友就很容易異奶 那時候他的噴門是比較鬆弛的 因為他還沒有發育好 所以小孩動不動 對 就 因為小孩的食道很短 所以他就出來了 但大人因為食道比較長 所以他就是可能 他會 然後就在胸口這邊 然後沒有到這麼多 到嘴巴 噴出來 當然就在胸口這裡 所以很多人會覺得 胸口灼熱 悶悶的 那甚至你平常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會覺得喉嚨 就是有酸酸的感覺 不舒服 然後甚至他刺激到你的喉嚨 會有咳嗽的感覺 那所以其實這其實是一個 其實老實說 我們洗衣沒有特別好的 特別好的治療辦法 我必須這樣講 大部分我們就是用 治胃酸的藥 去讓你的胃酸不要這麼的酸 讓他刺激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通常我們會建議 可能有必要的話 就要定期做胃鏡 胃鏡檢查的話就可以確認 其實你剛剛講的問題很難控制 可是食物上 如果他又特別去挑酸的辣的 就更早 炸一點 或甜的 紅肉 其實這個要避免嘛 對 就是要避免這些刺激性的食物 酸的 辣的 然後咖啡 然後特別柑橘類的 巧克力吃太多也會 就是一些比較特別的一些食物 一些比較刺激性的食物 其實都會可能 都有可能會引發會食道癮 這樣人生不就很苦悶了嗎 除非你要跟他拚啊 對啊 就像Paul一樣 吃海鮮 先吃 對 先吃 喝 先吃 喝 喝 喝 對啊 但我覺得可能 心情要放輕鬆最重要啦 因為雖然我們的噴門 可能也許比較鬆 然後胃衣很容易往上噴 那可能是也許我們生活緊張 肚子壓力很大 那有些人肥胖啊 又緊張 然後工作壓力很大 然後晚上又吃飽喝飽 就直接躺床 這些全部都是生活習慣 會引發這樣子的症狀 會只到逆流出現 就會有胃潰瘍 然後胃潰瘍就會很害怕 就是不治療的話 就有可能就會變成 胃潰瘍穿孔 因為這其實都是很嚴重的併發針 那一般如果胃潰瘍 這治療的方式 其實就是我們必須 也是一樣是 要吃胃 治胃酸的藥 但是首先就是當大家有討論過 幽門螺旋感菌 必須要把它殺死 沒有殺死的話 其實如果有幽門螺旋感菌的胃潰瘍 反復發作的胃潰瘍 它是治不好的 就變胃癌 對 一般會變成胃癌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就是必須要檢查 到底有沒有幽門螺旋感菌感染 那一般來 我曾經遇過一個病人 他其實是我 就是在急診遇到的 他是一個46歲的男性 他來急診就急性破痛 那電腦斷層看起來 就是一個胃傳孔 很嚴重 它很痛 那我們手術開進去 就發現他胃潰瘍破掉了 那媽快速地用腹腔鏡修補起來 然後他回去了之後 有跟他叮囑過 要吃胃藥四個月 並且回來做胃鏡 再檢查一下 我們縫合的地方有沒有好 那結果他吃了兩個月之後 然後他開完這個刀 他就覺得他已經 輕鬆了 沒事了 他就回家了 然後就再也沒有回來門診 直到兩年之後 他又就在急診 我又看到同一個人 這不是我開的嗎 我就想說你怎麼又來了 然後他就說 一樣 同樣的 上次你開的 他沒有好 怎麼會這樣子 我都有吃藥 你不是修補了 又破了 然後我就 然後開進去的時候 也是一個潰瘍破掉 那我們還好 他不是在上次那個地方 那我們又把他修補起來 所以你說那個破的 不是上次那個 不是我修補 新的 是你重新的 對 有沒有 受候服務 對 受候服務 受候服務 再給他補一次 然後就跟他叮囑過 就是其實有時候 這個潰瘍 真的是不見得說 你覺得你好了 就是真的好的 很多人現在看起來 坐在這邊好像都很正常 其實抓去做胃鏡 可能十個有七個都有 胃食道逆流 然後可能一兩個有胃潰瘍 所以很多人其實 在一個高壓的環境 好像彷彿都很輕 就好像沒有不舒服 等到你回家躺 都沒有事情做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真的身體有問題 沒有 疾病的反復發作 是讓人很困擾的 壓力更是一個摸不著的 你不會覺得有壓力 那壓力是沉浸在無形當中 是 對 這個時候中醫 打脈會說 你壓力 壓力很大 西醫可能是要看你的症狀 他說你的壓力大 所以壓力是讓人摸不著的 會讓你造成身體 很多狀況的人 希望大家可以正視這個問題 好好調節身心 祝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